遇到巨蟹男就是 時間要對 你要不就是他的處理 要不就是他的最後一人 好 我們來到巨蟹男了 巨蟹座像媽一樣的唠叨 跟媽很有關係 媽寶 很多人都覺得 嫁給巨蟹男真的挺不錯的 因為巨蟹座 愛家 顧家 其實你錯了 他們是愛待在家 而且巨蟹座是 男人中的女人 他們非常的細心 敏感 溫柔 平時是不張揚的 很溫和 然後也不會主動 所以並不是屬於 一群人裡面 特別耀眼的那一種 除了他們的溫柔 細膩以外 他們通常也是 別人眼中的 才子 因為他們的敏感 如果用在文學 或者是藝術方面 通常會有 非常傑出的成就 他們通常有很好的文筆 而且他們的敏感細膩 是有獨心術的功力 所以你在想什麼 他們也都很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一個巨蟹座 喜歡你的徵兆是什麼 巨蟹是一個 很沒有安全感的星座 它很容易單心東 單心西 如果它喜歡你代表 它覺得跟你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很安全 它覺得你有它家人的感覺 因為巨蟹座的安全感 需要慢慢培養 通常它們是蠻被動的 它們不太敢主動 跟你虛寒問暖 可是如果你主動跟它 say hello 或者是有一個 什麼事情找它 它們的回應如果很熱情 這就有一點機會咯 再來還有一個辨別的點 就是它會不會跟你撒嬌 巨蟹男 如果卸下心房 是非常可愛的 就好像小動物一樣 然後依偎在你身邊 如果牠開始做出這種 好像女孩子的動作 其實也代表 牠已經對你非常地放心了 你有養過貓嗎 三天後 貓終於敢跟你親近 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啦 由於巨蟹男是一個 比較害羞 比較不主動的星座 所以其實跟牠們在一起 你可以主動一點 牠們太被動了 所以對於比較積極 想要的女生 就會覺得很傷腦筋 我們還是要告訴你喔 不能因為巨蟹座是 男人中的女人 你就要當女人中的男人 這是錯的 巨蟹座呢 因為牠們身性比較敏感細膩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牠會希望你是屬於 個性不要太強勢的那一種 講話請輕聲細語 巨蟹你不要忘記 牠是一個有硬殼的星座 一旦牠覺得不安全 牠的保護機制就來了 雖然牠不對你發脾氣 但是牠也會變得很不好攻破 還有 因為巨蟹男喜歡照顧人 所以偶爾你要學會裝笨 有一點笨 有一點天真 讓巨蟹男為你操心 會讓牠很有存在感喔 還有一點 我們都很清楚 巨蟹是念舊的 對第一任女友或初戀念念不忘 不需要去嫉妒這件事情 因為牠們對初戀念念不忘 不是對這個人念念不忘 而是對那一份感覺念念不忘 以上所有你是不是都覺得還挺美好的呢 但是你要有幾個心理準備 第一 你們的日子是無聊的 如果你可以享受這種無聊 或者是牠對家人很好 好的很過頭的這件事情 你也能夠包容 那我覺得牠的確是一個 非常好的結婚對象 巨蟹座一定有心理的秘密 牠就有一面是你永遠也看不見 牠也不見得會跟你說 不要為巨蟹男就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因為這是一份保險 我們不曉得這個巨蟹男 內心的陰暗面到什麼程度 所以保有自我 是一份跟巨蟹男在一起的時候 很重要的保險要記得唷 巨蟹座是屬於 不發火則已 一情緒化起來 非常的可怕 因為那對牠來說 是牠一忍再忍 忍無可忍的地方 而跟巨蟹座有關的愛情金巨事 不在乎曾經擁有 只在乎天長地久 所以其實一個巨蟹座步入感情 牠的想法是越久越好 我的真心需要安全感來換 所以你自己的表現也要讓牠有安全感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的伴侶萬萬不能 所以你要有錢 或者是你要有能換錢的東西 比如說你很有能力 比如說你很會理家 那麼對牠來說 這就是很有安全感 會被牠選擇的一個重要條件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揚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